歡迎 三十六七愛上帝 吳珊如 唐琴瑤 顏雅倫 Come on 來三個 三個來自各不同領域的風格主持人 但是剛剛湊在一起 完全完全就是 融合得非常的有魅力 只住富士金鐘獎得主嗎 Oh my god 雅倫妳知道妳視網膜 已經幫妳準備好妳的禮物了耶 她已經PO在IG上面了耶 剛剛有媒體大哥說 Sandy有講感言嗎 我說她講了八秒而已 那就Sandy先來吧 大家萬眾期待 真的 我現在講話非常的快速 就是我們為了節省時間 本來就已經跟兩位家長講好 我只佔用十秒鐘的時間 花了兩秒深呼吸 所以總共講了八秒鐘 真的耶 喜事連連恭喜 國師剛剛講的有盡興嗎 我 因為 他們兩位真的很棒 都把時間讓給我 因為他們 我也很擔心 就沒有什麼機會再上台了 快要退休的人 所以 欸 就讓我多講一點 大概 不行妳現在邀約不斷耶 之後哇 這個雪片般飛來的邀約 欸 意思因為我最後的呼籲嗎 沒錯 欸 所以我覺得啦 我覺得人生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我是專家出身 然後我本來以為 我這一生跟金鐘獎是無緣的 然後 就想說沒有關係 不要有得失心 結果沒有想到 人生走到這個地步 開始斜槓很多事情 然後 有機會 居然 跟瓜哥 還有憲哥 我們坐在一起 來角逐這個獎 我覺得光是這個過程 就非常不可思議了 真的 那居然還聽到 晨晨哥叫了我的名字 我那一刻 還有那個 浩子 那一刻我真的 非常的驚訝 驚訝到眼淚都忘了流下來 我本來是很愛哭的 那現在要不要流一下擠出來 不用 好 那我台上忘記一件事 我要謝謝我兩位搭檔 真的 我本來跟他們兩個要站在一起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他們兩個太年輕太美麗了 那我就心裡想 哇塞 我壓力好大喔 後來你們也看得到 就是 壓力算什麼呢 就繼續搭下去嘛 沒有關係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們三個很莫名其妙的 很能夠互相幫助 錄第一集完我就知道問啊 真的嗎 我就知道 今天要準備禮服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得獎的問 我們有等到第八集以後 才開始想禮服的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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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一種問是 怎麼這麼有默契 然後大家會互相賭味 然後這件事情不用訓練 原來我們各行 我們在別的行業裡面 都訓練好了 都在一起都用上了 這種感覺很好 謝謝兩位搭檔 而且我覺得 吳根林先生很會演戲 葉亞倫先生很會主持 你為什麼什麼都會 喔喔喔千萬不要這麼說 千萬不要這麼說 真的 我覺得 從兩位開始 我真的 開啟了另外一個 生命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唐老師一直都給我很 穩定的感覺 那絕對不是 只是體重上面的問題而已 是 是真的心情上面的問題 有夠傷人 哈哈哈 然後Sandy也是 我覺得這兩位搭檔 在我主持的時候 給了我很多幫助 然後他的 他的爸爸也是 很多時候 我們真的遭受到 太多人的幫助 我們沒有辦法回應 是 我覺得金鐘獎 給了一個最好的舞台 讓我可以把這個 感謝跟感激 分享回去 是 因為假使我真的 沒有什麼成績 我也不太好意思 也沒有那個臉 跟他們說謝謝 這樣子 說真的 因為老實說 我一開始就對三金 是非常的 有嚮往 了解 然後中途當然也是會 被打擊到嘛 然後也覺得說 啊這個獎跟我沒有緣 沒想到 竟是另辟蹊徑 真的 從這個主持開始 感受這個金鐘的魅力 這樣子 那明年我是希望 坐在舞台的 右半邊 是是是 戲劇那邊 好 然後遙望著吳山儒 看著他為我尖叫 然後你在下一年 又來主持 然後在下一年 又去戲劇那邊 跟他講一下 我真的覺得 又主持又頒獎 又要 還要串場 很可怕 很累對不對 對我去年 都沒有那麼緊張 然後今年我跟他 在旁邊中場的時候 我就說 欸我們是不是有太快 對對對 他就說 不要那麼不真心 你怎麼抖成這樣 他說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欸 Sandy是真心的緊張 各位不要以為他 就是看起來大將之風 但是他 他真的是一個太認真的人 認真到他每一次都是 喔我胃好痛 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是真的在胃痛 對 對 我很感謝那個名單 是先從糖開始念啦 我才不會起錯timing 我第一個字糖 我就站起來了 OK 準備好口罩拿掉了 我是被你嚇到 我才 很餓 然後他為什麼 我原來是這樣子 總是總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感謝這樣